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还记得排队啊 口罩地图啊 这个出来的时候 很多长辈的朋友虽然觉得很不方便 或者是排队要排很久等等 但是呢 他们对于全新的 而且钥匙是他们所信任的嘛 便利商店的员工 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所以这个转换到新的习惯是最大的挑战 当时我就跟我的88岁的阿嬷 请她推荐一些她的年轻朋友 就是77岁的一些阿嬷们来帮忙做这个测试 那他们就发现说 我们本来到便利商店 我们的规划是要用提款机哦 就是放入金融卡 然后按密码 转账52块钱到机关署的账户 那那个小白单就完成了预定 那他们这个想法呢 是觉得说他们绝对不会用 那为什么不会用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用提款机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165诈骗的那个反诈骗的贴纸就贴在上面 他们担心有杨奶奶跟我说 他担心他多按几个领 他的存款就不翼而飞 所以只要是需要打入密码的 他都不愿意来这样子使用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本来的想法整个都替换掉 变成说他还是跟盗药局一样拿健保卡 然后在便利商店插卡 也不用输入密码之后 他到柜台 如果他愿意的话 数52块的铜板出来付款 那这样子乍看之下 好像没有那么所谓的进步 但是实际上呢 这样子老人家就发现 这跟他到药局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感到安心 所以我们在推这些数位服务的时候 不是只是省力而已 安心也是非常的重要 不能说为了省力 让大家不放心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人来使用了 所以等到我们当时找到一个又省力又安心的方法之后 慢慢很多长辈就会愿意来使用便利商店 那接下来他就会再去交66岁的朋友 55岁的朋友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就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蛮习惯的 就算他还是回药局去 至少排队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 这是当时所克服的一个挑战 实验制的简讯也是类似的情况 有很多长辈的朋友说 他的手机他不会用那个QR Code的扫描器 可能他平常没有用那家朋友的习惯 所以我们也特别规划了 他可以手动 即使他用的是翻盖的手机 根本没有镜头的手机 他也可以手动输入那15码去1922 传简讯到1922 这样也完成了实验制 那对于某一些就是根本不会带手机出门的朋友的话 我们也没有废纸掉纸本 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 他还提供当地的老人家 一些原住民族啊 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刻他的名字的连续章的这种服务 所以只要用那个连续章盖在纸上 他就也完成了实验制的登记 也不需要再去学一套新的 所以同样的 就是说那些不安心的 我们设计数位服务 让技术来配合大家 让他更安心 那些怎么样都不觉得更省力的 我们也透过像连续章这样的方法 来确保说他盖章的时候 笔用笔写字来的省力 而且也不会有共用同一支笔啊 等等的这个状况 那同样的疫苗约系统 也碰到类似在数位转换的时候 要兼顾到长辈或者是不那么习惯的人 的数位包容 我们在一开始设计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 ACEIP就是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的 这个规则制定的小组 把75岁的长辈分出来 自己变成一类 所以呢 当时呢各个县市呢就开了会议 那那个会议上面各个县市的代表都说 我们不要强迫75岁的人 来用我们的疫苗登记预约系统 那我就觉得说确实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套打流感疫苗的那种通知的方法 所以我也没有坚持 所以就一路从75到65岁都是用本来的这种造册通知施打的方式 但是当然从县市政府的角度来看 64岁以下就是还在工作的人口还没有就是退休嘛 所以你如果立刻告诉他说下礼拜去哪个地方 第一个他可能要请假很不方便 那第二个他的工作人口的话 工作地居住地户籍地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他的里长也未必认识他啦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大部分的县市都认为一旦变成没有退休的64岁以下的工作人口的话 那传统上这种通知的方法就不够用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时候可以让预约系统上线 所以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把预约系统上线 并不是因为说我们有这样子技术的能力 我们就要强迫65岁75岁的老人家都来用我们的做法 而是说等到县市的这些朋友觉得切换这个到我们的系统 是让大家更安心更省力的那个年龄段 64岁以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启用 所以这些难题克服的方式都不是去说服别人或者强迫别人 而是反求诸棋啊 就是调整我们的设计到 刚刚好让大家更安心更省力的这个情况达到的时候 顺势而为的让他启动 那启动的时候也没有取消掉 本来的不管是药局的排队或者是纸笔或者连续章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非常年长的朋友们要打第二季等等的话 现在很多地方县市也在说预约还是去预约 但是预约到的那些接种站如果有人就是七八十岁的朋友的话 还是可以通知他实际到那个接种站不需要额外预约 那这些呢我们都在很积极的讨论 所以数位转型是让数位来配合社会 不是要求社会来配合我们的数位技术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如果有朋友这个想要用讲的的话 好像有一个举手的功能嘛 对不对 所以也许如果主持人可以的话 我们也可以允许这个到后面有一些举手的朋友 用讲话的方式来进行分享 那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继续slide 有2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5G的时代可以搭配什么样子的技术 来进行数位的转换 我觉得5G的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的状况 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视讯嘛 那大家可以发现说 在之前在视讯上面 其实几乎都是在房间里 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实际住的地方 细腻大楼的一个房间 就是客厅 那但是呢 为什么在以前视讯的时候 都是在各自在房间里面 甚至当然可以加一些这种虚拟背景图片了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足以支持高频宽视讯的这种速度 以及它的延迟在及时视讯的环境的时候 4G是没有办法的 也就是4G的时候 你点个头或者是微笑一下 我其实不知道你是在点头我的上一句话 还是在同意我的现在这一句话 因为中间有一个延迟有个时间差 那有5G的情况下 它的延迟缩短 而且它的频宽也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才真的可以把我们之间的互动 带到户外来 不会变成是一个房间跟另外一个房间 彼此通话 而是像我自己之前才刚办了5G门号的时候 跟韩国一个也是有5G的一个地方县市的首长 有一个双向的会议 那他们当地的朋友们呢 很少人来过台湾嘛 那但是当时我刚好正在台北往宜兰的车上 那一路都是有5G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5G手机放在 我坐在后座右后方放在我前面的椅背的那个头枕的底下 那固定住 那因为那是一个广角的自拍的前镜头 所以它只有侧面带到我 那旁边都是透过车窗 就及时的把从台北到宜兰路上 而且都就是没有什么模糊 其实还蛮清晰 这样子的一个影像带到韩国的朋友的眼前 所以突然之间它的想象就打开了 它可以问我一些关于当地的事情 它有一种好像跟我一起坐车 好像我是导游这样子的感觉 也就是说5G可以让共同在场 co-presence这件事情 把它从我们的一个会议室跟另外一个会议室 一个房间跟另外一个房间把它解放开 它可以把我们的不管是高山啊 河边啊旅游啊等等这些及时的活动 都让人有种我同时在现场 不是说事后再来看录影 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最近如果有人用VR 就是XR Space看了奥运的开幕的话 那可能也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真的会有一种 好像你人就到了当场这样子的感觉 好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有看到有位朋友举手 我们要不要先让举手的朋友 有一些时间问问题 有一位罗元宇 还是moderator 这个有可能这个开麦克风吗 moderator好像没有要理我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出席者没有办法自己取消静音的话 那我们就只好继续slido的问题哦 一次两次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咯 有22位朋友们问说怎么样看待 今天PTT开放手机认证注册 这个确实是PTT已经讨论过非常久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自己其实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重一点 也反复讨论过这件事 因为我们一方面又不希望说它真正意义上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创5000个账号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5000人联署才能成案的那个规则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开5000个 但是二方面呢 我们也了解到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comfortable用实名的方式来进行登录 那因为他如果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情况的话 那他会不愿意说自己的真名在他的提案的时候被曝露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是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是采取实联署 所以其实众人平台就跟PTT一样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确定可以收得到简讯的手机号码 那一个手机号码当然他能注册的量是有限的 那一个人其实也很难有5000个手机号码 你如果要申请5000张SIM卡 大概申请到第50张的时候 凡起以前那组人就会启动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实联署 他很可能是在实名跟匿名中间的一个平衡 那当你实联登录之后 在我们join平台也可以去笔名 好比像说之前有一位刚满17岁的一个高中生 他提议说要把所有的塑胶吸管都在外带去禁用掉 那他的提案的时候 他的名字就叫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不会有一种 好像他才17岁大家都不知道他年纪 那二方面他也不会变成好像被揉搜等等 那当然最后他成案之后 他就愿意揭露他的这个真实性名叫王宣如 那但是在这个成案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至少不会碰到这个野人肺炎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PTT也是后来采取了实联制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我们自己在join平台执行这五年下来 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那当然他们执行战务的细节我并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至少在join平台看起来是达到了两个立场中间的一个平衡吧 好那有31位朋友们问说 相对于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事实上相对于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是 我们对Fintech对行动支付这些APP 这些开放的程度以及进程 相对是相当的缓慢 那我们如何面对常用极端的案例 而不愿意开放的主管机关 其实刚刚总经理讲的很好 就是一个COVID 我们就说服了很多的主管机关 不管是说签一些合约怎么透过视讯来做 或者是用健保快意通上面的虚拟健保卡 透过镜头就可以开诊断 甚至开药现在好像也可以了 健保也有给付了之类 这些我们大概都已经技术上 准备好了至少五年 那法规上面也准备好了至少两三年 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问的 就是进程的缓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本来的做法让他比较安心嘛 看得到人比较安心 实际上一个人限制在同一个地方 开业对他比较安心等等 那这个也不是只是主管机关比较安心 很多的客户也觉得比较安心 但是因为疫情来了 所以我如果正在居家隔离 我正在这个十四天的进程里面 那我又需要去做一些诊断 特别是连续卖性处方签等等的话 那其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虚拟健保卡 已经写好等在那边的 突然之间就很多的诊所愿意加入 很多的人愿意来使用 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本来的这个norm 就是本来的社会规范 社会常规就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是再说一定要全面的比本来的好 我们才推动 而是说只要是它是可行的方法 因为旁边没有别的备案了 只要它是可行的方法就推动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之窗了 那我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明天显然就要降到二级了 那如果接下来防疫真的非常成功 那慢慢的再降回一级 或甚至全部解除的时候 那我们又会丧失掉这个window of opportunity 等于我们在最近两个月里面 体验了全世界的那种数位转型的推力 但是因为我们防疫相当有成 所以这个推力也不一定能够再持续 太久的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去让主管机关也好 让我们平常有这样需要的朋友也好 赶快去看到新的这个做法 它省力的部分跟安心的部分 这样就算疫情过去 那这个习惯也许会保留 那但是如果在最近这两三个月里面 还没有办法端出一个好的备案的话 那我觉得在疫情过去之后 可能我们就很难这个持续这个 很可能还会回到旧的这个 做事情的方式来 因为毕竟那是大家最习惯 最省力最安心的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 不管是简讯实验制 还是其他的一些做法 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推出 而且让最多人觉得省力跟安心 那他的花的秒数 这个简讯实验制应该五秒不到 像我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他有一个在Android上可以长按 然后说扫码 它变成一个捷径 我就放在我的手机的最底下 那所以我只要按一下 再按一下 我只要两栋就可以完成简讯实验制 大概三秒钟 那只要这样子比手写来得快 那其实大家慢慢就会形成新的习惯 那之后在这个上面再叠加上去的 不管是就是主动扫描模式的行动支付 还是其他的 大家就会觉得 其实简讯实验制并不困难嘛 所以一方面会去要求 行动支付变得不能比简讯实验制困难 那二方面呢 也那个心理的障碍也会稍微小一点 所以希望在这个方面 对于大家安心的感觉了 可以有所贡献 那面对主管机关 就是要让他也有第一手的经验 不过主管机关的同仁 现在应该也都有扫过简讯实验制了 所以现在应该稍微好一点点 那有39位朋友们想要询问 就是有时迫于各种压力 那系统会被要求及时上线 经常发生先求有再求好 同步开发新旧系统并行这些情况 请问要怎么样判断 要怎么样采取如何的策略 其实敏捷开发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 已经十几年了 那敏捷开发的传统 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你的开发的团队里面 有一个很了解情况的 我们叫on-site customer 就是实际应用你的系统的 第一线的人员 要在你的开发团队 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存在 也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 第一线的朋友 他不看到某个系统 他的想象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看到了之后 他一定就会有各种想法 可是你若不很快 给他某一个版本的话 他后面那些想法也没有办法出现 所以这个中间迭代的速度 通常是一个月或两周 那像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都是一周一次迭代 固定每个礼拜四上版 不管是口罩还是预约平台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人 他可以每天评估你的技术能力 而且实际看到做出来那个版本 而且可以告诉你说下个礼拜四 先改什么比较好的这种on-site customer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我现在最常互动的同人之一 那就是从卫福部过来 因为我们每个部会可以有一个人借调到我的办公室 从卫福部过来的一位这个彭参议 那这位参议他自己在SARS的时候 就是疫调人员 所以他相当了解就是整个疫调的过程 所以不管是简讯的实联制 还是现在的疫苗预约平台 实际跟第一线地方政府的疫调人员接洽的 就是这一位新政院的从卫福部过来的彭参议 那所以呢一方面他有开发的能力 他是连续两届总统被黑客松的卓越团队 那二方面他自己有疫调的经验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就非常的省力 因为只要他告诉我说 哪些需求一定要先完成 我就下个礼拜先完成他 他告诉我说哪些可以稍微等一下 那我就先等一下 先等前面的需求被大家满足了之后 那我们再来讨论接下来要怎么样讨论比较好 那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疫调的经验的 我也完全没有跟地方政府的同学 一起去进行疫调的这种 就是具体的流程的这种第一手经验 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碰餐一说了算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在处理很多别的事情 比如说简讯实联制 里面有关于NCC的部分 NCC也是有一位之前的处长 现在的参事 也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你的系统关乎谁 谁就要进入你的最核心的设计团队 那这样子的话 就算是每个礼拜都修改 至少它不会偏调 因为有一个第一线充满这个第一线经验 知道会造成第一线多少麻烦的人 在那边去把整个就是scope 把整个范围去进行框定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31位朋友们问说 政府对于数位资讯交换的平台 以及资安推动的态度 以及规划的时程 举例来说 健保署有国人的就医资料 如果能够开放商业保险公司 在获得病患许可的前提下 直接查询就医诊的资料 那么当然可以大幅度降低申请 汽车强势保险 以及伤害或者健康保险理赔的不便 当然也可以减少人工职本作业 跟查证产生的成本 我们目前在国发会 已经有一个MyData这样子的平台 它就是授权一个人的个人资料 存放在政府 而第三方的单位 包含一些金融业 要使用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去调 我只要勾它需要的这些 书状等等 那然后把我存在政府的个人资料 调取之后 就可以一次把它打包 送到这个需要的第三方 那这个从今年开始 已经是正式营运了 已经不是市营运 所以很欢迎就是多使用 我们的MyData的这个API 那在健康保险的方面 也有一个健康存折的 一个叫SDK 就是说如果你有开发 这种第三方的APP的话 你可以往健保署去取得 它的授权 那这个授权呢 就是让每一个人 他只要有安装健保快一通 他可以透过健保快一通 跟健康存者来授权你的城市 在他所允许的那个范围里 去处理他的健康相关的个人资讯 那同样的在以前都是要手填 很多就是表单的 那现在也都是可以在健保快一通 以及健康存者里面 来完成这个授权 我们理解说 现在大家想要这个流程的方便的程度 可能健保快一通还没有修改到 就是最方便的情况 还是要多按好几个画面 不过大家如果有用过去年的健保快一通 用来买口罩的话 应该可以发现今年的健保快一通 不管是在流程 在他画面的简洁的程度 在他的整个服务设计上面 都有相当大的提升 所以我就是很欢迎很建议 大家多用MyData跟健康存者 然后找到里面的痛点 就是哪一步他的说明可能不够完全 或者是说哪一步可能要多按好几个键 那把它整理起来 那让我们的国发会跟健保署同仁知道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就是下一次的迭代里面 再把这样子的流程简化 但他基本的法规资讯安全 以及资料交换相关的这一些做法 其实现在就是今年了 也是很感谢就是大家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鞭策 那我们在现在应该都已经调整成一个足以在我们COVID的时候来使用的情况 好那有2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资安就是国安 资安要怎么样落实全民 以及企业应该要怎么样配合 怎么样支持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资讯安全 资通安全 它其实跟防疫是非常像的 防疫是防生物的病毒 那自然是防电脑的病毒 那所以就跟防疫一样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的习惯 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口罩预约平台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口罩 可是有没有带好 那个压条有没有压紧 有没有勤洗手 这个没有办法强制 还是要大家彼此互相提醒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算资安做得再好 但是如果就是你把账号密码都分给别人用 那这样的话再好的设计 就算是这个所谓的Zero Trust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也很难去 在大家的使用习惯不良好的情况下 去想到每一个可能的破口 所以我自己是有提出说这个叫什么三国无双 就是几个一般人都可以做的比较好的资安的习惯 就是说自己的资料要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那三个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些是云端 可能是近端等等 那这样的话至少这个中了勒索病毒的时候 你就不一定要付赎金 因为你还有另外两个地方的备份 这是三嘛 那国的话呢 就是尽可能的去使用 我们在境内或者是理念友好国家的这种通讯软体 尽量不使用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瞬间就会资料跑到别人手上的这些的产品 那无的话呢 就是尽量用无痕式的视窗 我很少下载任何软体 比如说我现在是用Teams在跟大家讲话 但是我并没有安装Teams的软体 我是用浏览器 然后直接透过浏览器 那无痕式窗的好处就是你关掉浏览器之后 像微软啊或者任何这个做这个软体的公司 就没有办法持续追踪你 我当然不是说微软一直追踪 但是总之你如果养成这个好习惯 碰到会追踪你的 你也可以比较不受追踪了 所以善用无痕式视窗 或者是说我现在是用Mac嘛 所以我在用Safari的时候会用它的Private Relay 那就更加一步的去保护 就是我不会被追踪等等 所以就尽可能用这些无痕的服务啦 而不是安装全新的软体到你的电脑上 那最后双就是所谓的双因素认证 或双因素认证 也就是说不要只依赖密码 密码是你记得的嘛 那但是呢 像我大概都是用Touch ID 所以就是用指纹 所以密码加上指纹 这两个就很难伪造 那或者是说有些人是用密码 加上送简讯到自己的手机 虽然没有那么就是安全 但是总比没有好 那也有一些人是在手机上面 去装Authenticator 就是去装那种有六个数字的 即时的密码验证器 那那个也是稍微好一些 所以总之就是任何时候 要登录的时候都要有 你记得的 你记得的 就是生物辨识的部分 跟你持有的 就是像一个Token什么的 或你的手机嘛 就是这三个里面至少要有两个 那这个是所谓的双因素认证 所以3D的备份 那尽量用就是国产 或里面向进国家的 自通讯软体 那尽量用无痕视窗 然后最后就是尽量用双因素认证 那这四个都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那只要这些的习惯都好 其实每一个可能就是降低 百分之七十几的病毒量 对不对 所以那当这四个都做 它是有个纵深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就是比较不会受到资源上面的攻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算受到攻击 你从那个恢复的速度 resilience 就是恢复力了 就会比就是完全没有备份 那碰到勒索病毒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那个时候要来得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做 那企业的配合的话 当然一方面就是自己响应 这些良好的自然习惯 那二方面也是说 我们在企业实际在部署这些资讯系统的时候 尽可能在一开始就邀一些白帽骇客 就是所谓的penetration tester 实际来测测看 来攻击看看 因为他们攻击 然后成功了会跟你讲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不去找这些白帽骇客 来做渗透测试的话 那后面这个攻击成功的 就不会跟你讲了 那所以跟白帽骇客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个大概就不是个人可以做 可能是大企业才能做的 但这个对于推动我们的资源产业 也是非常重要 好 那有3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为何我国的金融数位发展 明显的落后其他国家 该怎么迎头赶上 如果只是要冲KPI的话 我就是一向都主张说 只要说明天开始不抓假钞 然后明天开始便利商店不能设提款机 那只要这两个政策下去 立刻那个就是数位支付就会破表 那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嘛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不可能说不抓假钞 也不可能说不准这个便利商店设提款机 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法币 就是新台币的信用相当好 提款机到处都是 而且也很容易取得没有伪造的钞票 的这样子一个环境里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纸本的方便性 易用性 公定力就是可相信的程度 真的一直都非常好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当然就会显得说 我们的数位的行动支付也好 其他支付方法也好 它若不是全面的比纸本审理安心的话 那就会变成难以推动 所以我们一向一直都是在这个情况下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改观 开始有人会用酒精去喷硬币 之类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开始觉得说它是一个 就是有接触的话 也会有风险 所以这件事开始慢慢 有点被COVID开始有点制衡 那但是我们 有吗 有人要说话吗 没有 OK好 那就有所适衡 但是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们如果不管是扫QR Code 或者是NFC或其他的方式 在实际民间就是有装这个 POSG或者是可以刷卡机的 特别是小摊贩的这些地方 还不够多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 虽然现金现在短时间 让我们不安心 但是我们实际去夜市去摊贩 要找到让大家安心的 能够收行动支付 或者收这些票证 信用卡的地方 一下子又不一定 那么容易找到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 一个调诡 一个paradox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觉得 现金可能是一个风险 但是我们现在又还没有一个 像简讯实联制那么方便的 行动支付方法 那现在的现有的 大概都还是需要申请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小商家 一想到要申请 就想到可能会被查税啊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很值得 大家一起来想一想说 怎么样他审立安心的程度 比较像简讯实联制 而比较不是像之前 所推动的那些 行动支付的方法 就行动支付方法 能不能再往 简讯实联制靠近一点 那如果能够想出 这个解决方案的话 或许又可以再提高 一些接受程度 那当然如果短时间内 没有想到 那疫情又过去了 那我们就会回到 本来的那个 大家还是觉得值得 比较安心的一个情况下 那有40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委员背后的资讯团队 是什么分工合作 在中间担任怎么样的角色 以及如果有兴趣 加入我的团队的话 要具备怎么样子的技术 或者是该如何报名 这个应该是帮 亲朋好友问的吧 应该不是自己要跳槽吧 anyway 那我们每一年都有 大概二三十个实习生 那如果对我们的实习的方案 有兴趣的话 确实是可以推荐 就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的朋友 这叫青年学生提前政府网站 数位服务专案 我们每一年都办 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会需要什么样子的能力呢 大概就是不管是资讯的服务设计 数位服务的体验设计 或者是其他的包含专案管理等等 没有限定科系 那都可以直接来报名 那报名的话呢 就是把刚刚讲到实用者研究 服务设计 系统开发等等的方式 去找到让大家最看不顺眼的一些网站 然后就是政府的网站 然后去把它改造 变成就是大家很喜欢的 很容易使用的等等 那像刚刚讲到健康存折之类 就是今年很多我们的这些 见习的青年朋友有感兴趣的 那现在也正在改造的这个体验 所以我刚才会说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提出这些想法 那或者是提出愿意参加的大专学生 来报名 不过今年已经收单了 所以要明年才来报名 那除了这二三十位大专学生的 见习的计划之外 那我们的办公室在行政院院本部 大概一直都二三十人左右 那里面大概一半 就是十二三位左右 是从各个部会借调过来的 那每个部会一次只来一个人 因为外交部 其实听说非常多人 想要来我们办公室 但如果这二三十个人都来 那我们就变外交部一个科了 而且如果二三十个人都来 其实意义没有很大 那是因为里面大概就是最资深的会有发言权 那其他人变成他的幕僚 那这样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最资深的那个人来 其他人留在本来部会就可以了 所以大部分跟民众实际有关的一些部会 像刚刚有介绍了卫福部 跟NCC通常会的朋友 那其他包含内政啊 海委啊 这个财政啊 法务啊 教育啊 文化啊 等等 蛮多的啦 都有朋友在我们办公室 那每一个人来 虽然他的职等跟其他办公室来的可能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不隶属同一个部会 所以到最后就是大家发言卷头一样 因为每个部会是有他自己的坚持嘛 有他自己的价值 那我在这个当中就是去确保这些不同的坚持 不同的立场可以凝聚成共同的价值 所以等于是一个facilitator啦 一个一个引导员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这十二三位借调过来的同仁之外 另外还有大概十一二位 就是民间的同仁 好比像说我们一直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design lead 那就是从就是第一位 他是从哥本哈根设计学院CID来的 算是我们的co-founder 我们没有一个设计设计会 很久以前好像有 但现在没有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各部会里面 没有培养出来的那些 就是核心的一些职能 那我们就会用民间的朋友加入来补 那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民间朋友 也大概有十个十一个人 那每一个人也是有完全不同的专场 所以我的HR就是在招聘的时候 只看两件事 一个是说这一位朋友来的这个角度 他的这个世界观 我们现有的团队没有任何人有 他是一个新的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他愿意分享 愿意给出来的 要比他带回他自己部会 或带回他自己的社群的 要至少一样多 那就是give and take 至少要一样多 那只要有这两个 其实这就是一个横向的学习性组织嘛 那我们每次要推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确保 说从这么多不同的专业 跟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 都有可行性 那而且也没有牺牲掉任何人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说是全面的省力安心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省力安心 但是却让很多人爆肝了 那就是一灵为祸 那样的话大概就撑不脚 所以我们大概都是这种全面的 但是很多元的这样子的人的组成 那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除了就是转职变公务员之外 那也可以考虑说 推荐你的亲朋好友 来参加我们的见习 那我之前也有见习生变成正职的例子 好那接下来有36位朋友们想要问 说数位身份证 有没有可能串联起所有的公部门 医疗金融这些相关单位的身份验证 其实不用等数位 现在身份证就已经有串联了 那当然会这样子问就是觉得说现在的职本身份证 在就是跨不同的地区的使用的时候 确实有它的极限了 现在当然很流行就是直接用手机拍身份证的正反面 但是一方面这样子其实还蛮容易伪造的 那二方面是说它并没有一个数位签章那样子的一个 怎么样确定性 那所以光是就是怎么隔着荧幕签名 这件事情就很有挑战 那当然现在的标准的解决方案是自然凭证 那确实自然凭证慢慢的在最近几年 也开始有感应式自然凭证的出现 但现在感应式自然凭证还不特别普及 所以可能要到未来感应式自然凭证普及之后 那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去解决这个相当于签名的 就是未签章这样子的做法 那所以当时在规划数据身份证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 它等于是自然凭证跟职本身份证同时发放 好像粘在一起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把它停用等等 那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说 就是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会把两个norm混在一起 就是自然凭证 它其实有点像感应式信用卡 你当然不会换证的时候 用你的信用卡去换证 你也不会把你的信用卡的背面给人隐印 因为那样卡大概就没了 那但是我们一般的职本身份证 现在大家还是很习惯 就是在停车场去换证 或者是在柜台在旅馆等等 给人双面隐印去换证 那所以当这两个年在同一张卡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一些弯心的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很多朋友 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回馈之后 也是想说那我们不如就比照护照条例 或者比照我们的就是健保卡的条例 那我们也来做一个专法 那这个专法先来规定说 这个身份证怎么样子的使用是合乎常规 怎么样子的使用是不合乎常规 那这样子它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 等于是说立法委员们都同意说 那身份证的数位化 有怎么样子的就让人比较安心的配套措施 都用法律去规定之后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再去推行 确实是会比较顺利 不过因为我是在行政院 不是在立法院服务 所以现在也很难说什么时候 立法院会来讨论会三读通过这件事情 那在现在呢我们公共服务上大概很多还是用检报卡 那但是如果是民间像金融等等的服务的话 确实目前就是职本身份证跟自然凭证 跟未来可能再普及一点之后 感应是自然凭证去把它加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了 之后慢慢的在手机上面用FIDO啊等等的做法 那也会越来越普及 好有29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对于台湾数位转型人才质量的看法 以及台湾企业在数位转型上投注的资源 是不是相对于欧美企业要保守 这两年欧美企业当然投注非常多的资源在数位转型 可是那不是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们被转型 就是疫情不得不转型 因为如果不转型 那完全没有实体的生意可以做了 那当然在台湾的情况比较不是这样是因为 我们就算是最近两个多月 曾经有过一阵子疫情很险峻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停班 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城 没有说把这个移动自由完全剥夺掉 没有到这个地步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一些土逼的这些行业啊等等 它仍然不一定要数位转型 因为大家都还在上班 那最多只是加一些就是可能远距会议 很多人就推到远距会议 大概就差不多了 并没有变成说好像完全 所有人都在家里 完全再加上上班这样的情况 那但是当然你如果问我说 值不值得付出高昂的社会的 大家染病啊等等的代价 去拼这个数位转型 我是觉得不值得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上是慢了 国际一年 但是一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软体 包含我们在用的Teams都已经成熟了 等于是说在过去一年里面 比较疫情险峻的欧美国家 帮我们把这些基本的infrastructure 这些基本的技术建设 都已经设定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所以我们今年五月需要用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像之前那样子 好像明明不适合的还是得拿来用 手忙脚乱等等的情况 因为等于这些解决方案都已经测试过一年了 已经成熟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就可以实际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做 那好比像说我自己 其实远距上班已经五年 在内阁了 再往前 我2008年就已经远距上班了 所以我自己的这个调试就是说 我们会有很多的satellite office 好比像说我的另外一个办公室 就是我们的那叫什么 人爱六三代就是这个九号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社创中心呢 其实就是专门设计出来 当一个satellite 就是它可以在中庭 那通风很良好 那就是现在因为 α版病毒 或Delta版 全世界都认为通风良好 是最重要的 所以会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 网络又快 而且有5G的情况下 那可以确保说 我们可以五个人一组 五个人一组 或十个人一组 十个人一组 在这些地方开会 所以一方面它有共同工作空间 等到人员之间的交流 但是二方面呢 它又有很方便的网络 以及扩音啊 或者是麦克风等等的设施 可以确保说 你可以把好几个这种 五人组或十人组 连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一百人 或两百人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hybrid 就是混搭吧 混搭型的这种工作空间 看起来会是 如果疫情过了之后 大家有选择的时候的主流 那台湾在一开始就是 采取混搭的方式 而不是被迫采取封城的方式 那我觉得并不是 并不是一件坏事了 大概这样 好 那接下来 有31位朋友们问说 在所谓的假新闻 或者谣言 遍布的现代 要怎么样子有效地 提升大家的媒体试读能力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局限在试读 因为试读 就是literacy 这个概念是说 大家都是听广播 或者是看电视 那等于是说 你看到或者读到的 这些东西 你很难有所反馈 所以就只能用 所谓的批判思考 等等的方式 去确保说 不要完全被这些 媒体的框定来影响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 宣传国教推动的 并不是只是媒体试读 而是所谓的媒体素养 那英文叫做media competence 那素养跟试读的差别 就在于试读只是看 但是素养是创作 是创造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是reader 或viewer 那另外一个是maker 或者producer 就是实际去产制这些资讯 那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之前在 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我们的三个候选人的 不管证件发表 还是互相辩论 那其实同时就有很多 我记得是国中高中的 一些媒体素养的课程 就请他们班上的同学 及时的去看 帮忙这些总统候选人的 这个公示啊 等等这些媒体 去把它打成逐字稿之外 看这个逐字稿里面 哪些是事实性的陈述 然后去帮忙做fact check 就是去做事实查核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确保说 这些年轻的这些学生 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在试读 而是说他们事实查核到的 即时就可以被我们这些 办即时证件发表或辩论 的这些媒体朋友 当做素材 然后去确保说 我们看到这些 发表跟辩论的时候 如果有哪些候选人 讲的话不符实际的话 那立刻就会fact check他们 就是确保说 他们不能乱讲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所以第一个 他是很有成就感 因为对公共利益有贡献 那二方面就是说 他也可以开始学到说 媒体在呈现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到底要考量哪些方面 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恨媒体 自己当媒体了 这是McLuhan的一句话 所以只要有参与过 这个新闻产制的过程 不管是去做事实查核者 或者是在 现在有很多社群嘛 像G&B有个叫真的假的 就是在line上面 你可以长按一个讯息 转寄到这个机器人 那不管是真的假的的 这个机器人或者是 我记得还有好几个嘛 梅浴仪啊 或者是趋势科技 有一个叫做防诈打人啊等等 去加入这些社群 然后实际上去fact check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一下子就学到说 不只是好像媒体是正面或反面 而是说你如果要在正面或反面之外 再去多找信息就是消息来源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些来源 所以就是多参与媒体吧 自己当媒体 自己当YouTuber等等 我觉得都是蛮有效的提升媒体素养的能力的方法 那有29位朋友们问说 近年来资安的问题是大家特别看重的一点 请问在IT人员在进行城市开发的时候 要如何有效的告诉user 就是不是立刻做到就上线了 而是要排除圆满的风险了 才能够放心的让城市上线 我自己的话是在行政院里面 有一个平台叫Sandstorm Sandstorm就是杀子然后风暴Sandstorm 我们翻成杀剧云了 那Sandstorm这个软体呢 它其实就是去确保说 我们只要想到要开发什么 一起订便当的系统啊 大家共笔的系统啊 共用试算表的系统啊等等 我们都可以往里面放 你就把它想成类似一个Google App 那但是呢 它是在自己的机器上跑的 所以我们自己就在国防中心 或在这个中华电信有一个专门的政府 有架这样子自己的软体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它是一个就是Zero Trust的一个框架 就是每一次它跑一个新的 比方说试算表出来的时候 它都是给里面的那个试算表 一个新的网域 那而且呢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登陆一次就每个地方都用了 而是说每一次创造那个试算表的人 必须要发这个邀请给你才能够使用 那所以这些资安的设计 就使得说任何侵入的人 都没有办法跨不同的试算表 或者跨不同的应用程式去侵入 Sandstorm上面的别的软体 那所以呢它在这个纵身上面 就非常容易防御 那我们也是请就是顶尖的一些白帽骇客 实际来攻击这一套Sandstorm系统 攻击了六个月 那我们才开放变成所有的人员 只要它的email后面是gov.tw 就是只要是任何层级的公务员 都可以在上面自己开发系统 自己启用系统 那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咨询安全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就是恰当的利用这些容器化 的这些资安的基础建设 那我们的user呢 就不会变成好像他一定push你上线 你就一直说 还没有完成渗透测试等等 而是说你在外面的这一层 先把这个纵身 先把它确定 不会有资安上的问题 在上面使用者才真的能够变成 所谓的citizen developer 或所谓的user developer 就是他虽然是你的使用者 但是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去克制化 这些跑在就是网站上面的城市 所以这两个是应该可以兼顾的啦 那如果有空的话 也很欢迎多看看像Sansom 这样子的治安的解决方案 收到 好 那有29位朋友们想要询问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这个有这个疫苗接种相关的这个卡 但是这个卡是已经有就那个小黄卡嘛 那或像日本最近有推出嘛 好像一张A4纸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它数位化 不过这个也不需要未来啊 现在如果你安装了健保快一通 那你直接按就是上面的疫苗接种的记录 那就会出现不止疫苗接种 而且包含快晒PCR等等都会在同一个画面显示 所以如果还没有安装健保快一通的话 非常欢迎去安装哦 我们已经有一个数位化的相当于小黄卡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哦 我自己觉得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去跟人沟通 而不是只是跟机器沟通 那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programming在台湾其实是发生程式设计 而不完全只是软体工程 所以在我们做程式设计的时候 跟人沟通就是设计师的部分 跟跟机器沟通就是工程师的部分 在我以前学程式的时候 差不多是一比一 就都很重要 但是现在跟机器沟通的部分 会越来越少 一方面是因为开始有像copilot 就是他会猜你的意思 你打几行字 他就帮你把剩下的程式写完 等等的这些工具开始出现 就是我们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AI 好像是一个副驾驶一样 帮忙把往机器的那一部分的沟通 大概都做完 那二方面是说 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大部分是在调整 既有的城市 好比像说我们的报税软体 东手税报税软体 调整了三天 就变成口罩的实名制的订购城市 那这个城市再调整个几天 又变成我们的三倍券的订购城市 三倍券的城市再调个几天 又变成疫苗的预约城市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支城市 大概都是建筑在现有的一些像乐高积木 这样的基础上面 所以虽然第一次开发的时候 有一些工程的事情做 但是我们这个跟一般的工程最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零空建造 平空建造 就是你如果现在要盖一座桥 你说要盖的跟另外一座桥一样 你还是不能复制贴上 但是在资讯工程 也就是软件工程上面 你确实可以复制贴上 那你只要去客制化 这个实际的新的这个用法上面 要对他有哪些新的要求的那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界定出这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就是要跟人沟通 那跟人沟通又回到设计师的工作 而不是工程师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是想要成为一个软体工程师的话 那把自己看作一个设计师 就是资讯的城市的设计师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也可以多看一些互动设计 体验设计 甚至策略设计等等这些比较悬的 不是只是空间设计或产品包装设计那种 而是比较大规模的 就是怎么确保大家在行动的时候 都可以有一些一致的价值凝聚出来 那这些设计的能力 我觉得都是现在的软体工程师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这位朋友问的不是软体工程 而是什么建筑工程之类 那就超过我的专业范围 我就很难回答了 好 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 系统跟不上业务发展 或者时空背景的改变 那但是公司要怎么样取舍 说要以长远的计划为目标 先把基础建设完成 来方便后续的快速开发 还是要为了短时间的效益 长这个走且看 以最快的方式完成系统开发 会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需要是取舍 我一向都是兼顾的 那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API first 我们在资讯采购范围 有特别讲说 就好像说如果你做一个网站 如果只有名眼人可以用 但是盲眼人不能用的话 那这个网站的这个包商啊 他的这个乙方就会可能之后 就不会找他接标案了 因为他歧视盲人嘛 那我们在采购区域范围 从2017年开始 就加上这一段话说 如果我们的甲方 就是我们的政府 要求他用API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那如果这个乙方就是这个包商 他没有能力会要我们再多付一大笔钱 那这样同样的他也可以被disqualify 也就是说未来就不找他来投标案了 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能够读写的部分 都要能够用OpenAPI这个国际标准 把它做到机器也可以读写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你就算是赶时间开发出来的城市 也是好像几个乐高积木之间 用API的方式把它接起来达成的 所以不会变成这件事情用完了就丢掉 未来还是很有用 举例来讲 像我们去年的三倍券 虽然实际上面选择刷3000 在提款机02000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因为九成都跑去用纸本 那但是这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个API我们是已经设计好了 而且是可以就是不断地重复利用的 所以我们到了今年 如果大家有申请过所谓的孩童家庭的防疫补贴的话 那可能就会发现说 哎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非常的容易申请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告诉我们你的银行账号 那我们就直接汇给你 那就算不那么方便上网的 你拿金融卡直接去 就是在任何便宜商店里面的提款机 然后去说那这个你的小孩的健保卡号是什么 输入之后立刻就从提款机里面 可以提出一万块的现金来哦 那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因为我们在去年 在三倍券的刷三千提款机定两千的时候 先做到了这样子的API 所以虽然当时是为了求快 没有错 但是因为API first的这个做法 所以今年我们一发现 哎 需要有这个领一万块 或者是之后好像有那种部分公使啊 打工组的一万块 那我们就规划了一万点gov.tw 去承接去年三千点gov.tw的这些API 那这次呢我们也一样就调整了几天就上线了 那所以就是要求快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求快里面 你的一个iteration一个迭代 不管你是一个月长 两个礼拜长还是一个礼拜长 里面都先花一些时间去做API的规划 那API规划也实践了之后 那就算后面这一部分就丢掉了 但是你前面这些API下一个sprint下一个迭代一定还是可以使用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27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要怎么样子提升公司对资讯的重视 不管是系统开发上线或者是资讯人才不好请 要怎么样告诉公司要保护现有的资讯人才 我觉得两方面 一个是说资讯人才不是只是执行端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在决策端 如果你已经知道资讯技术可以多做到什么 像刚刚讲到在提款机可以直接提出一万块的纾困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去签合了 很多教育部的同仁听到我们来描述说 因为三倍券的经验所以其实你把小孩健保卡号 key进提款机里面立刻就领一万 那是非常打开他们的想象 他们的想象本来都还在每个学校的老师 要去请他的小孩拿去给家长签名 然后什么之类的等等 就是行政成本非常高 但是他们之前也只知道这个做法 所以我会觉得资讯部门 他当然在每一个业务部门都是辅助那一个业务 但是这个资讯部门如果他也可以参与更多其他业务部门 在一开始的计划制定 然后说因为我们在这边有过这个经验 也许你们未来在推这个时候有更方便 安心省力的做法的话 那这个资讯部门他就是有设计的功能 包含我们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的功能 而不是只是执行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资讯部门的朋友 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往工程的比重少一点 往设计的比重多一点 那作为设计师特别是策略设计跟服务体验设计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在前面去做很多跨部门的规划 那你有跨部门规划的能力的话 那当然这个一定是非常受到保护的 应该是不会有人就是要你爆肝 而是说会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邀请你来一起做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也跟资讯部门对自己的期待 其实蛮有关系 所以我常说IT就是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如果推数位转型的话 数位的意思就是好几位嘛 就是把人跟人之间用新的方式连在一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 面对记者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要怎么样展现高EQ去回应 其实我自己的话就是有睡沟就好了 我常常强调每天要睡满八个小时 我如果有睡沟的话 那其实就完全就是不管怎么样尖锐的问题 我就抱持着一种欣赏的心情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 那但是如果没有睡沟就比较困难 所以一方面就是要维持充足的睡眠 这个还是很重要 那二方面就是刚才讲到的 好像一个精神按摩嘛 如果你看到会觉得刺眼 那表示一些痛点没有揉开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去想一些创造性的方式 不是去正面的去挑战或攻击或回应他 而是用一种比较好像忧自己一默的方式去处理 那所以我觉得有某些幽默感也是蛮重要 那真的就是如果他太过分或怎么样的话 那其实你就保持着一种欣赏的幽默的这种口气 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拿你怎么样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一向都是把它当作创作来看待 那不管看到怎么样的创作 我就是抱持着一种欣赏 觉得又有新的语言的材料新的语料 那这样的话当然自己就比较不会动怒这样 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 公司的系统如果还没有基础的建立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个可能的想法 就是说在数位转型的过程 很多人会说我要赶快推个APP 那些人说没有APP的话 你还要就是等7天还是14天 苹果才会更新呢 等一个web更新比较快啊 那又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操作起来没有那么顺手啊 什么之类哦 那所以到最后大概就是同步进行 那同步进行又会有版本之间不一致啊 等等的情况 我现在是觉得说除非你用到手机特殊的功能了 不然的话就特殊功能好比像说像蓝牙 Bluetooth Beacon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非得使用APPbook 但是如果你并没有用手机的特殊功能的话 那我现在一律都是觉得说就用PWA 所谓的 Progressive Web App 就是它还是一个APP 但是它用的就是web的技术写成的 所以包含推送通知啊等等 APP的有的就是拿掉那个流暗器的外框啊等等 这些最基本的 如果你是用PWA技术开发的话 那你本来怎么开发网站 现在就怎么开发APP 但是APP的那个look and feel 就是它的使用的感受 还是可以跟native app 就是手机上的APP 没有什么两样 那现在手机其实也都很快了 所以就算它有个几个ms的时间差 其实你也感觉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用PWA的话 你一开始开发的时候 就可以先用网站去进行线细测试 那测试大概都没有问题了 你就把它部署到大家的手机上 现在如果是Android手机 你看PWA的时候 甚至它会自动提示你要不要按一下安装 安装到主画面 那如果是在iOS的上 只要按分享安装 也是一样可以装得上去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等苹果 小盒的7天还是14天 所以就是再次这个诚挚建议 除非你用到某个型号的手机专用的功能 像Apple Pay什么的 不然的话几乎PWA就可以 99%以上 同时在web跟app上面的需求 都可以满足 有二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是不是应该建议企业定期实施居家办公 让每一位同仁都适应这个全新的工作方式 以及定期思考怎么样子有效提升居家办公的效率 我是觉得远距办公是有必要 那是不是一定要一下就居家 这个就看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的节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说 一个礼拜五天的办公 里面至少要一天或两天要远距 我觉得这非常好 而且也可以养成很好的就是自安习惯之类 但是远距的那些天那一两天 如果这个人他就是要在咖啡厅里面比较生产力 或者是他跟旁边的几个同事 凑一个共同工作空间 我觉得这也非常好 我觉得不应该强迫大家非得在家不可 因为第一个就是每个人在家里面 那个动力是不太一样 有些人很容易被打断 那二方面是说在家里面的连线的品质 资安的习惯等等 也不一定一下那么容易建立 所以我会蛮推荐说 如果你一周要一天或两天 要做远距的话 就说远距就可以了 那些在家很OK的自然就会远距 然后再来讲 那些在家比较不OK的 那就会去互捧引办自己弄一个小的共同工作空间 一个小的卫星办公室 大概是这样的建议 有24位朋友们问说 像前文委员对台湾的资讯素养 科技素养以及资讯科技 人才的培育 那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特别是说要怎么样子来提升自己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是说 所谓的科技素养或资讯素养 大概没有办法教 但是很容易学 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生活中或工作上 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很冗 就是说很重复性高 输入跟输出的格式都差不多 好像每次在做的时候都自己变工具人的那个感觉 那你每天假设要花半小时在这种事情上 那你就很值得在这边开始学一些基础的工具 就算只是像automator或者secure 或者这种自动化批次工作的工具 或者如果你的工作是在试算表里 就算只是学一些枢纽分析表之类的基本的功能 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花半小时学 它可以省到你五分钟 那这样子的话 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一个礼拜之后 摊题算来 你就已经赚回来了 那从这样回来开始之后 你每天都多五分钟 那你又可以再去学另外一个新的 让你省五分钟的这些技巧 那所以只要不断地学这些省五分钟的技巧 到最后你大部分的工作 都会变成在想新的事情 创造性的事情 在跟别人互动 那所有自动化的部分 你就已经掌握了自动化的工具 那当然你自己试着开发 可能就会发现说 已经有人写好95%了 那更好 你就直接把它拿来用就好 所以这种随时把自己当成 使用者体验的设计师 而且就反求诸己的 看自己的工作里面 哪些部分应该自动化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在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 也是不断地在看 不管是就是逐字稿的发布 YouTube的发布 或者是大家来拜会 我的时间的排程 或者是这个会议的记录 公文的签盒等等 只要在这里面有任何 我觉得冗长的部分 我绝对不是找一个下属去做 或找一个替代役去做 现在没有替代役了 而是就会写一支程式 或者是请朋友写一支程式 那我们就确保说 所有以后碰到 类似我这样子比较冗长的 这些工作项目的时候 其实机器自动就会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们用了非常多这种 互动式的chatbot 聊天机器人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上 几乎我现在都不太需要 自己去schedule 就是所有需要做的这些事情 这些聊天机器人 都会自动的来schedule 自动来跟我说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用习惯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学什么语言 才能够达到自动化的话 那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你旁边的人学什么语言 你就学什么语言 因为几乎任何电脑员 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旁边的人正在学什么 就像外国语变成第二外语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不是把它 当做一个科目来学 而是把它当做第二语 第二语言来学 那你学的时候 就已经想说要学以致用了 那所以旁边正在用这个语言 正在用的这些人 正在用什么语言 那就学什么语言了 那有25位朋友们 问了一个专案管理的问题 系统专案的执行 面对突如其来的插件 专案负责人员 应该要怎么样决定 怎么样控管 才能够避免专案成员的 指责跟不满 其实是不可能避免的 你唯一避免的方法 就是自己把它做掉 对不对 所以除非说你自己有那种 就像我如果真的需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合作的厂商同事什么 都正在忙 那我就自己下去写程式把它做掉 那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不会有任何不满 因为你自己吸收掉了 但除非你是就是同时间 兼具PM跟RD的能力 不然的话 我的讲的这个解决方法 可能你没有办法使用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具体的建议是说 向上管理的时候 把它框定在某个特定的时程上 像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每个礼拜四 改一次口罩预约的系统 这个就很重要 意思就是说 你礼拜四之前 可以随便跟我讲 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 但是我就都记下来 因为只有礼拜四 才是一个iteration的开始 那所以你一年 就是只能改那么 就是52次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但是呢 你每天都可以想到新的主意 这都没有关系 我都跟你好好讨论等等 但是我就是固定 那个时候收单 那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疫苗预约平台也是一样 我们就固定这个礼拜一来收单 那收单这个意愿 就会变成礼拜二的 这个简讯发送的 相关的一些参考 那所以你中间可以改变 无限多次主意 但是就是以收单的那一次 来计算 那只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不免还是会有指责跟不满 但是你就从每天 就是都发生 每年365次不满 或者甚至每小时都发生 每年上千次不满 把它变成每年只有52次不满 那如果你的专案管理能力 更好一点 你能够变成两周围周期 你每年只有26次不满 你如果能够变成一个月为周期 你每年就只有12次不满 不过这个很困难 对 所以就是说尽量去控制 那个插件的收单的周期 这个我知道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resist 而且慢慢的 我想管理层也会发现说 就是每天每天的改 其实到最后很多都在turn 就是说都在改了又改回来 那但是如果每周改的话 至少大家比较有时间去 好好的想一想说 这样子改了 那它未来会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以七天为周期 是我们目前在这几套疫情中间的系统里面 大概收敛出了一个共识 但是当然也不免会有 就是三天半就一定要改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难免的 但是至少至少它不是每天在改了 那有26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如何教育下一代培养核心技能 可不可以提供自身经验 有什么可以参考或者学习的一些榜样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找到网络上面的 共同学习的社群 因为我在意的事情 或者是想要学的东西 不一定是旁边的同年龄的学生 或者甚至老师感兴趣的事情 好比像说我14岁的时候 最感兴趣的就是 为什么透过网络 大家很快就会彼此信任 甚至所谓交情延伸 或者是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 反而没有那么快彼此信任 所以就是网络这个所谓swift trust 那当然后面也有swift distrust 就是一言不合 很容易吵起来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当时1995年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学门在研究这个 那所以我旁边的同学或老师 也很难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那我就发现说 在网络上面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的社群 甚至他们的预先印刷 像archive等等的这些 他们发表论文 还没有同差审阅的论文草稿的地方 都在网络上 那所以我只要找到这些地方 我一下子就可以碰到 很多跟我一起关心 现在会叫互动设计或资讯社会学 等等的这些同侪 那这样的话自然我就不用自己去找整个研究方向 我可以去看大家研究方向里面有哪些我可以贡献的地方 我就算只贡献一点点 我也是跟整个学术社群一起往前 所以找到线上的这种社群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找到之后这样子下一代就不一定要完全你来带方向 很多都是有这些研究的或实作的 这些实践的社群来带这个方向 有32位朋友们问说 公司的离职率很高 是不是代表公司薪水太低 所以才留不住人才 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说 在公司接收到的教育训练太好了 所以以至于说 立刻就变成市场上直手可热的人才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当然很难去做一个一般的推论 但是我会觉得说跨部门的移动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常常鼓励很多公部门的朋友 如果他想要去新创 想要去社会部门服务 那就去啊 那去了历练一阵子之后再回来 所谓的人才的对流 就不会变成说 好像说一个人出去我们觉得有损失 不是这样 而是说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再带一群人回来 那当然这种跨部门 甚至跨国的人才流动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有这种随时学新的东西的这个能力 那如果你有随时学新的能力 就简单讲斜杠了 如果你有斜杠的能力的话 那当然到哪里都不一定留得住 太久 但是就算留不住 你还是可以跟你本来的社群 甚至本来的公司或企业 保持很良好的关系 那像从我们这边出去 从我们办公室出去的 有些去新创 有的去台积电之类的 那但是这些都还跟我们保持着相当好的 协同合作的一些关系存在 那我自己虽然是政务委员 但是我同时也在社会部门 就是国际的NGO 我现在有七个不同的这个董事 或理事的席位 那这样参加一些联合国或国际的活动 我就很方便 因为我这顶帽子不能用 我可以切换到另外一顶帽子 那但是因为这些东西中间都有综合效果 所以也没有说好像剥夺掉 我平常工作的时间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留住了 不一定要把人才全部的时间 都留在你的公司 而是说让他有发展斜杠的能力 让他斜杠之后 你还是有留住他斜杠的某一边 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大型的组织 包含产业 但也包含我们公部门 现在要开始慢慢我这个方向 去转型的一个方向 尤其是如果可以远端工作的话 你基本上很难阻止一个人 变成一个斜杠的人才 好 那有36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常常接到贷款 或者一接就挂 这一类的骚扰电话 那当然我们有个新创 Google Look 有推出Husco 有能够帮你做这个辨识 那有没有办法根治 就是不会接到这样子的电话 可能换手机号码就可以不接到 或者是像我的公务手机 我现在就把它调整成只能上网 那所以其实也完全没有办法 收到电话 那但是这当然都是一些 比较极端的做法 虽然说真的不一定不可行 那一些做法 那如果你还想要留着 就是通一般的电话 不是全部都已经变成 OTT就是像LINE语音 或者Skype等等的情况的话 那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去确保说 是只有开白名单 很多时候 你的手机上面有那个封锁名单 但是也许也可以有一些 第三方软体 或一些手机的设定 把它变成只有你认得的号码 才会想 那你不认得的号码 预设就是有一个 请传简讯给我 等等的这个做法进来 大概也可以设定成这样 但是我是因为就是比较极端 所以我的公务的那只电话 都已经设定成 就是电话也打不进来 简讯也不会通 那但是你还是可以用那只电话 去找到我的一些 就是OTT的一些联络方式 那在那边我要去管理 这个黑名单白名单 就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根治的办法 但是就是你的同事 不一定很欣赏这种做法 如果你明天就说 我的电话就不再接了 这个不一定会work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说 这是一个根治的做法 没有错 有30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宋政委 企业跟政府机关呢 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沟通 建议的管道跟方式是什么 来避免政策制定的目的 跟执行成效的落差 举例来说保险业的数位化的 这个政策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真的要讲的话 金软会也不是没有一些努力 好比像说他有一个 Fintech Lab 他有一个就是金融沙盒 那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业界的朋友说 对就是确实可以每个礼拜 约得到时间在Fintech Space 跟金软会朋友沟通 那或者是说也可以透过沙盒 或一些其他方式提出一些案子 那但是我想最大的一个差别 还是说他的迭代的周期 我们在产业界很习惯以周 以最多两周来迭代 那但是如果是一个立法的管制机关 监理机关 他是用立法院的那个周期的话 那就是以计啊 对不对 他最短就是一计 就是一个会期嘛 那所以如果一方面是一个 以计为周期的一个组织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以单周 或双周围周期的组织 那一直都还是会有一种 好像就是跟不上的这种感觉 但是真的是跟不上吗 可能也不完全是跟不上 而是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 会固定有几个车身的距离 也就是说会固定有一季 或者半年的这个距离 那目前实际的状况确实是这样 所以一方面是自己的心态吧 就是要了解到说 人家就是用一季来当作周期 那但是二方面是说 你也可以在这个以计为周期里面 试着开出一些 你可以快速迭代一些空间来 如果有拿到 拷笔像说 我们的金融沙盒的一个实验 的一个执照 那就可以在半年里面 以周为周期去做迭代 那当然迭代完之后 还是回到那个以计为周期 去讨论说 这个新的风险的计算方式 或新的法规命令 到底要怎么样子合法化 但至少你在中间实验的那个阶段 可以不受这个影响 我们的总统被黑客送也是一样 在总统被黑客送里面 你可以去跟 甚至包含警管会或经济部 等等的公务人员一起组队 但他是以个人身份来参加 那这三个月里面 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 去进行快速迭代 那如果最后 就是大家给你最高分 那每年我们总统会搬出 五个卓越团队的奖杯 那等于就是说 你这三个月的快速迭代 就可以在未来 变成好像总统政见一样 可以尽快实现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想要报名 总统被黑客送提案的话 还有四天 还有四天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参加 那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今年三十岁以下的国民 是不是达到莫德纳疫苗 那当然就是看莫德纳 有没有如期的进货 如果有如期的进货的话 那就有机会 那当然如果你是 就是这边只讲 存不存在有三十岁以下国民的话 那当然有一些一知一类的 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他们不管是两级莫德纳 或AZ加莫德纳 这个当然一定会打得到 但是就是一般性的 三十岁以下的国民 那就要看莫德纳公司 是不是按照我们之前下的订单 以及后来又额外采购的 好像一百万还是多少次 能够如期到货 如果如期到货的话 就会按照年龄慢慢往下开 那到最后当然会碰到三十岁 甚至十八岁 甚至更年轻 那如果没有如期到货的话 那就要等如期到货的时候 才开下来 我们这个疫苗预约系统 它的唯一的controlling factor 唯一的控制因素项 其实就是疫苗进来的速度 只要一来 基本上就是来多少 我们这套系统就可以打多少 那只是这个来多少 并不是控制在我们的系统上面 所以也是要看这个原厂的出货的速度 那有32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怎么样子看待通才 以及是不是认为资讯人才 有办法纳入通才 是不是定期轮替各个单位的人员 到资讯单位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通才就是不受特定的悬门限制 我一直觉得说悬门就好像天上的星座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星座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星星是实在的东西 但是星星之间怎么连起来 这完全是怎么讲 collective fiction 就是大家都相信的某种幻想而已 那所以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年代 就会有不同的星座的编排方法 那我觉得学门也是一样 所以我自己对一件事情感兴趣的话 我等于就是好像在天空上找到这个方向 那它旁边的星星 我自己把它组成一个星座 没有管说它本来在哪个星座上面 所以你说这个是通才吗 好像也不是 我并不是什么都懂 但是它是不受到现有的学门的分类所约束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不管你是学资讯 或者是学传统上所说的文科或理科等等 其实本来就不一定要受到这些学门的限制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或觉得什么东西对你目前的生活和工作有意义 就输到用时随便找 现在在线上都有非常多的教学的资源 那所以也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它 那这个是不是需要靠轮替来做到 我觉得与其说轮替不如说onsite customer 就是像我们在院里确实是一个资讯单位没有错 那在这个资讯单位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有资讯素养 但是不会写程式的每一个不同的部会的 界调过来的人 那所以这个界调它来并不是来写程式 也不是来学写程式 而是来让我们这些开发系统的人 能够对准使用者的需求开发 所以我觉得透过onsite customer 这种学习型组织 横向学习型组织的方法 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比起说大家一定都要轮替来写程式 我觉得要可行蛮多的 有30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分享你的团队 现在对于五年之后 台湾的数位环境或者数位生活 重要的规划的内容 我们现在对于五年之后 有个智慧国家的这样一个方案 大家如果看2030.TW 那是一个网站的话 是有一些愿景写在上面没有错 那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会期待说 在五年之后 绝大部分我们现在生活上面 现在还需要想数位转型等等的 我们在未来五年 不管是因为低轨道卫星 或者是5G或6G通讯技术的发达等等 我们不会再特别去区分线上跟线下 而是说线上跟线下 它会完全融合在一起 变成我们生活的周遭 其实就都是有联网的情况 那也不会特别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荧幕前面 才能够联网 显示科技的发达 也会变成说 等于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显示任何东西 甚至到五年之后 我们现在分成荧幕跟纸本书 这两个也会慢慢地把它模糊起来 变成说你可以 好像纸本书一样可以卷起来 或者可以展开 但是上面它其实可以互动 包含触控等等 它又是有一个显示幕的一个做法 所以家里的书柜可能只需要翻一本书 但是你按一下它会编另一本书 这样子的做法可能都会出现 那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不再特别去区分类比跟数位的生活形态 而是比较习惯某个生活形态的 是数位来扣合它的习惯 让它用它习惯的方式 就可以跟世界互动 但是不是再去说 那我们要离线或者要上线 离线上线的这个概念 可能慢慢就会在这个接下五年 慢慢有点淡化掉了大概这样 那有28位朋友们问说 正位您好 请问执行系统开发或规划的时候 当然已经陆续加入数位转型的考量 但是当然跟公司资源 实务作业使用者心态 都有相当大的关联 要怎么样从中取得平衡 我是觉得数位转型 它转只是一个过程 所以它要达到的那个共同的价值 共同的目的 那个才是大家要一起去想的 像口罩实名制 它要达成的是 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 能够拿得到口罩 戴得起口罩 那这件事情才是 最后的那个要追求的 当然今年因为阿法版出来 所以不是四分之三 要十分之九了 90%的人都要能够 拿到口罩戴得上口罩 那所以虽然中间 我们做了很多看起来 像数位转型的事情 但是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个 那或者像说 这个月口罩的 不是疫苗的预约平台上线 那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 就是要在月底之前 达到25%的人 至少都打过第一剂 那这个当然总统公开讲之后 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会变成是 我们各种不同方案 彼此进合的时候 哪一个方案好呢 就是越快能够让25% 达标的好嘛 那所以我们中间 要做很多取舍 就变得非常容易 那当然现在25%是已经达到了 我们正在往30%迈进了 那但是概念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开始转型之前 就要有一个这么明确的目标 这样子才能够把 这位朋友提到的 实物的作业 公司资源 使用者心态等等 放在同一个共同价值上面 很亮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因为数位转型的可塑性太高 所以就会变成说 100个人可以有101种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 转型就相当的不容易 那有29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对于比特币的想法 未来会怎么影响我们 或者世界的经济 是不是政府有可能认可 这种电子货币 我们当然并没有禁止 台湾并没有禁止 但是你说他要取代新台币 取代法币 看起来也不太容易 因为比特币其实是一种 比较简单的 大家能够达到 类似我们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 那种信任产生的一种机制 那但是我们信任 我们的中央银行的程度 远高于比特币 所以就新台币是个很稳定的货币 所以我们看全世界 比特币去取代 那个国家的法定货币 只有在那个国家的法定货币 正在非常快速的贬值 或者是他的这个政治情势 非常不稳定 等等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比特币才有可能取而代之 因为比特币用演算法 达到的那个公信力 虽然有 但是并没有高到 像我们对新台币的公信力 那么高 那所以这个倒不是说 我们在挡住比特币 而是说就是我们的法币 大家还蛮相信的 但是我觉得比特币 它是一个很好的 Proof of Concept 它去证明说 一群本来不认识的人 他还是可以达到 某个程度的彼此信任 所以我们在未来 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 用类似比特币的 分散式账本科技概念 做出来的一些新的 协作的方法 那也有一些 不会像比特币一样 那么耗电 比方说以太坊 最近在做那个 禁零碳牌的永续转型 把它的耗电量 可以大幅的减低到 千分之一或者更少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比较 就是使用的时候 比较不会良心不安 那等到就是它对于 耗电量或对于 这个我们环境的影响 没有那么负面的时候 那又会有更多的人 开始上来 去做更多的就是研发 那特别是在 所谓的smart contract 就是说各国有不同的合约 那一个移工 它跨境到这个地方 怎么确保 它在当地签的 跟在本地签的 有一样的公信力 等等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确实用分散式账本的技术 可以多少提供一些 彼此的互信的基础 那但是这些可能就不是 拿来当交易使用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未来都会拿来当交易使用 但是在当作交易使用 先释出一些做法的时候 我们在未来只要需要 信心的地方 需要彼此信任的地方 多少都可以加一些 分散式账本的元素 来让大家比较快速地得到信任 有32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资讯部门 跟非资讯部门中间 当然有很多 这个沟通上面的需要 那沟通语言 或者是数位的落差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 我们自己的做法 就是说 我们会开一些协作会议 就大家一起坐下来 然后去谈说 我们要怎么改善 报线软体的体验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 改善一战式的向海致敬 就是海域的油气平台之类 那我们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说 我们不会闭门 只有公务员在讨论 我们会邀请民间的 甚至他有发起一些联署案 一些倡议 报纸投书 总之一些不满的朋友 我们会把他邀来 一起讨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讨论的时候 会分成很多小组 那小组主持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小桌长 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找 不是业务单位 的人员来主持 所以好比像说 像财政部的 报线软体改进的案子 2017年的案子 他的小桌长呢 说不定就是 不知道海巡署 或什么其他的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是民众 来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小桌长的主持 他虽然专业 因为他毕竟是公务员 但他没有本位主义 因为这个海巡署的人 他到纳税的时候 也是一个普通的纳税人而已 但是反过来 如果是向海致敬 海域油气平台的时候 那说不定就是 赴税署的人 来帮忙主持 那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他也没有本位主义 因为他这个假日 也是跑去冲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尽可能的交错业务单位 在业务单位 不在本位的那个情况下 就算他是资讯人员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使用者 而不是一个开发者的角度 来去综整这方面的讨论 而且他的讨论 也不是只有企业内部的人员 也包含你的供应链 或你的客户等等 一些利害关系人 也纳入讨论 那这两个都成立的情况下 那大家都会学着说人话 就是用一般的人话 来说行话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沟通 上面的落差 因为你就有一些 有转译能力的人 而且他又不一定要 选哪一边站 那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转译能力 至少我们这边 透过这五年来开放政府 协作会议的不断的磨练 已经接近一百场了 都有相当好的成效 有272朋友们问说 疫苗的第二剂 在疫苗平台预约的时间点 是不是以疫苗接种卡 上面的预约日期为准 不是因为ACIP改了规则 这个也不是我们改的 所以本来好比像说 我自己 我当时是自费 我4月底 4月21号吧 去打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肯打 我去找我的情况好 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 那所以我自费接种的时候 当时是完全非常容易约的 一个情况 那当时的那个时间 我就是过了那个时间才能打 因为在中间 ACIP把它调整到 要10个星期 所以现在除非你是 一到三类的人员 我在第一剂的时候 我也不是 我是完全自费 那就像我一样的人的话 那我们在疫苗平台上面 就是会算到第10周开始 那才会寄简讯给你 那这个资讯 我们也会在明天吧 如果登记平台顺利的上线的话 应该是明天吧 但无论如何很快 上线的话 那我们也会在上面去显示说 你最早可以接种的那个时间 那在预约平台上 就是以那个为准 而不是以疫苗接种卡 上面的为准 那这个并不是 就是我们平台的决定 这就是ACIP小组的决定 大概是这样 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 政府长期用最低价格标的方式 来处理招标 造成施工的品质不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有可以改善的方法跟方向 至少在资讯服务上面 最有力标的推动也一阵子了 而且还蛮成功的 所以如果专门是在讲资讯服务的话 我想最有力标已经是常态 已经不会是都是最低标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现在也在推广很多 尤其在中央的部会 如果他需要一些设计 而还不一定要到实作的话 设计本身可以抓出来 专门先开一个设计的标案 甚至探索式的设计都可以 那之前大家都知道 探索式的设计 要99000元以下 才能够就是同时开很多个 才限制性招标 那但是如果是中央部会的话 其实在最近几年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提高到99万了 所以只要99万之以下的这些标案 那你都可以用探索式的方法 就是试一个设计 另外一个设计 另外一个设计 甚至可以并行的来做 不受本来的这种公开招标的影响 那等到这个大家实际试出来觉得 像虚拟健保卡怎么样做比较好的话 那我们再开一个比较大的执行的标案 去执行这个探索式的设计 已经收敛到的一些共同的做法 或者一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 就是我们的公告金额 的那个处理方法 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 关于魏施大快要借齐的这些 快要过齐的疫苗 可不可以建议CDC科技方式管理 避免没有充分使用 这一次的这批莫德纳 以我的理解 就是各个县市都表示说 不需要CDC来管 其实他们都会打完 那所以看起来没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未来如果有比较大量的疫苗 派一次来台湾 而且来的时候 可能就只剩两个礼拜的消息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当然就必须要 使用预约系统来消化 这个是一定的 我们可能就会很紧急的去开 某一个大量的预约系统 来处理这些来了 但是刚来就只剩两个礼拜 可以用的这些疫苗 那但是目前来的疫苗 大概都没有这个情况 这次的这批莫德纳 也是因为中间解冻 所以本来就知道说 会有28天可以处理 而且大概都算到刚刚好 就是最后倒数两三天 都可以处理掉的情况 所以目前我们系统 还没有收到说 需要来处理这些情况 那但是大量的疫苗 或者是来的时候 只剩两三个礼拜可以用的 这个确实是当初 在讨论的时候 就有提出来说 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设计 包含要先登记议员的 这个设计 都是为了因应就是疫苗 一来就必须打掉的 这个做法来处理的 那有36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要不要出来选总统 台湾给您带领 感觉会很棒 当然就是我每四年 都有选总统 都有投票 不过这位大概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要不要参选 这个如果去找 我之前其实两次都有人 找我出来选市长 那我都会回去问 我住在淡水的阿嬷 就是淡水阿嬷 然后淡水阿嬷都是跟我说 说我现在在推行的 不管是民主的深化 这些数位相关的 就是跟全世界做 这种外交的行动 那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党派反对的 那这也是因为 我一直都没有党派嘛 我从2014年年底 开始跟宪政院工作 那时候还是毛治国院长嘛 那所以后来张三郑院长 林权院长 赖清德院长 现在苏乡院长 其实我都是用一样的方式 来跟公务部门来合作 所以我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但是我如果现在 因为要去选市长或选总统 必须要跟某一个党派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或者甚至必须入党的话 那我阿嬷就说 那你本来在做的这些事情 反而会变成有一半 或一半以上的人好像不得不反对 那就很可惜了 因为民主的深化 透过数位跟世界的连结 基本上是在台湾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反对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推不成 可能是没有那么好 对所以除非是说 现在可以完全没有任何政党色彩 也没有跟政党有任何紧密的关系 竟然就可以选市长或总统 也许那个时候再去跟阿嬷讨论 但是目前看起来台湾的政治情况 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那我想在可见的未来 也不容易变成 好像完全脱离政党的一种政治形态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担任 这个数位政务委员的工作 很可能还是最适合我发挥的一个地方 不过很谢谢这位朋友的具体提倪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有29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藉由政委的观察 在台湾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最想改变的制度或者是观念是什么 以及家长对于小孩的学习过程 要扮演怎么样子的角色 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们对于教育的这种 好像要有老师教学生才会学 等于是说先教然后学的这个 我是觉得应该翻转了 是说学生有那个动力 他想学什么 那教师等于只是比他先学一点 而且跟他一起学的这个人 所以会变成是说 不管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 都是同学就是一起学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是以学为主 而不是以教为主 但是因为我们都说教学教学 教一直都放在前面 但是确实因为大部分的老师 很难预测说 12年之后的世界会变怎么样 所以如果标准答案都集中在老师这边的话 那小孩也学会了这些标准答案 但是可能不到12年 这个标准答案就不标准了 就不管用了 那但是如果是小孩自己有学习的兴趣的话 老师只要把它桥接到各种不同学习社群 那小孩本来就会发现说 原来一件事情的标准答案不止一种 那慢慢他会找到他自己的方向 那找到之后他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别人跑那个方向 所以他一开始就赢了 那这个时候他慢慢就会在他的那个方向上 找到很多从不同地方出发 但是大家殊途同归 在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这个地方 所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们12年国教的新课 刚刚世信阳采 自发互动共好 自发方案最前面等等 都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来做 但是如果各位家长也愿意的话 我是蛮鼓励说 就是你的小孩在学什么 那你也可以跟着去学什么 或者你在学什么 你也可以让小孩看到你在学什么 你觉得很开心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同学的关系 你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你一定要有标准答案的感觉 既然没有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大家开始找出共同创造的方向 而不是一定一个对 一个错那种零和的方向 那今天大概就先回答到这边 非常谢谢大家 很棒的问题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的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您 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政伟 谢谢 谢谢